北市大逆转胜一手大学 北市大球员兴起若狂 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 生涯从没投过制胜球 台北市大四年级的李奇恩 在2017年最后一天尝到制胜滋味 他最后6.7秒抛进零度角的超前球 驻队以78比76阻断一手大学 提前晋级八强美梦 带着七连胜迎接新年 李奇恩一记抛头拿下只剩两分后 为自己占逼喝彩 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 北市大本系头四场都喷败 李奇恩表示 球队是七迷因此低沉 大家都想再拼回来 郑德维受伤也影响我蛮多 想帮他拼进八强 他才有更多机会可以上场 北市大禁区大将郑德维预赛 又兼脱酒 前三阶段都挂面战牌 二月开始的下个阶段是否回归 教头李运光还要评估 李运光强调 保护郑德维是第一要务 不过郑德维若能回归 球队战力一定更齐全 他也笑说 今年球员稳定性不佳 自己每天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这也是带学生球队很大的乐趣 七连胜好像一场梦 一手第二节最多领先13分 但第四节末发生连串失误 独秒阶段先被北市大队长 朱冠宇打进追平球 再被李奇恩抛进制胜球 想拿八强门票 只能等2月8日开打的下阶段 李奇恩全场攻下16分 最后制胜球尤其 关键 他笑说 最后时间快到了 只想把球处理好 贡献19分 14篮板双十 成七的朱冠宇则透露 追平球其实有点手滑 索性皮球 仍有近况 太爽了 其实也没想到可以赢